自媒体做不下去了 自媒体现在收益太低太低了 看我身后有两台电脑 这里就是我的工作室 我就在家办公 我工作室就弄放我家里 但是这工作室开不下去了 快开不下去了 现在自媒体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以前才是风口 现在你有十万播放量 你都不一定有几十块钱 是吧 不一定有三四十块钱 十万播放量也很难 我怎么搞流浪也不好搞 就算我搞到了 但是还是就几十块钱 哪够吃 不够吃 所以说自媒体没办法做了 大家别做了 早点去找班上吧 早一点去找班上 我呢 已经开始去找工作了 但是还没找到 现在 像我这种人 去找工作 没什么工作合适 我找了一两天了 还得继续努力 像我啊 我说去找摄影师呢 别人又不要 因为我们做自媒体的人呢 摄影技术并不是很好 因为在做自媒体的人呢 是吧 只要你愿意拍 都可以做 只要你拍就行的 不需要你拍得很好 是吧 所以我们技术就不是很好 做自媒体人真的技术一般般的 所以去做摄影师根本没人要 去做剪辑师呢也没人要 因为我们自媒体剪辑本来就很简单 你去人家影视公司传媒公司 上班啊 那种要求技术很高的 你要不要我们 像我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你说让我去当销售呢 我口才也不好 一般口才不好的人 内向的人才会做自媒体嘛 是吧 我呢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面对镜头呢 我才敢说话 面对大众 面对街上的人 我说不了话的 真的 所以呢我去干啥 我都不知道 以后 销售我干不下去 是吧 当摄影师干不下去 当剪辑师干不下去 你让我当服务员呢 我很年轻的是吧 一个三十来岁的一个男人 你让我去干服务员 那不得前途浪费前途了吗 是吧 没前途啊 能学到什么呢 自媒体呢 本来也是挺好的一个职业的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自媒体又轻松 又不辛苦 又不需要很专业的什么技术 就可以做了 就可以赚钱了 就可以养活自己了 但是现在呢养不活了 难搞啊 以前呢只要有流量 有播放量 是吧 就会有钱 现在呀 你有播放量也不一定有钱 播放量也很难搞 自媒体啊 落幕了 到这里就落幕了自媒体 太难搞了 其实像我这样子的情况 不止我一个非常多的人 基本上做自媒体的人 都和我一样糟糕 一样面临一样的情况 你说像我这种人我该怎么办呢 我也去找工作的 我并不是好吃懒做的人 我不是游手好闲的人 我也是在积极的 向上的 是吧 我也在学习 适应这个社会的 我也一直去找工作 最近 但是我适合 到底适合做什么 大家给我一个意见的 给我一个建议吧 给我一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